《愿穷丹》受周星驰赏识参演了《武装云苏启儿》 并饰演《妓院龟婆》一卷 在演艺界找到了打开山门的钥匙 半丑 当时愿意伴丑的香港女星一只手就数得过来 除了吴君如就是愿穷丹 吴君如背后有陈可欣 而愿穷丹在《谐星之路》上一直很孤独 也很专注 那些夸张搞怪的造型对她而言绝非负担 比如经典角色十六姐就是她自己一笔一画做出的妆 极尽荒诞的对白和表情 愿穷丹也信手拈来 据周星驰说 愿穷丹经常会临时发挥 效果比剧本还要好 她说 我没有包袱 总是能令我有成就感 我就去做 一个颇具姿色的女演员 不去扔抢轻衣花旦 而甘为丑角 把最不堪的一面展示给观众 毫无疑问需要巨大的勇气 就这样 经过四十年的摸爬滚打 今天的愿穷丹早已撑到了足够的私利 人们都说 香港金牌配角 男友吴梦达 女友愿穷丹 但是 世人皆知 愿穷丹是金牌绿叶 却不知道她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女人 每一段故事的背后都折射出她那 质地有生的人生信条 愿穷丹起初走育女路线 无奈怎么也不活 她走上了喜剧之路 1963年 愿穷丹出生简单而又传统香港家庭 母亲温柔 哥哥姐姐宠爱 只有父亲略显严格 小时候 她过于调皮 总喜欢跑出去跟男孩玩 为此挨了不少父亲的教训 但她好了伤疤忘了疼 相反 大哥看见愿穷丹被父亲教训 总是替她出头 得到了万千宠爱的老妖 自然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人称小辣椒 在学校时 曾联合几个同学找老师 直接告她 老师 你不能这样做 小时候遇到咸猪手 她不跑不哭 转头用眼瞪着坏人 直接踹到对方的关键部位 才大喊非礼 坏人落荒而逃 都说女大十八遍 愿穷丹却没有怎么变 她一直是一颗小辣椒 当时 TVB拍摄一个宣传片 意外拍到了人群中的愿穷丹 朋友看到愿穷丹上电视了 都说道 你长这么好看 很适合当演员 说着无心听者有意 当时的愿穷丹父亲刚刚下岗 家里还有五个孩子要养 恰逢自己落败设计学校 演员是出了名的挣钱的行业 愿穷丹如愿以偿考上亚史 进入议员训练班 开始了演艺道路 但现实和理想往往是有差距的 没有什么名气的愿穷丹 在剧组根本没有人理她 亚史给她的定位是玉女 先让她做主持 后又接拍电视剧 然而 几年后 她的同学张家辉 关永和都走红了 只有她这个玉女迟迟不活 在亚史发展近十年 参演了种种角色 愿穷丹始终没有被观众认可 她着急了 急切地寻找演出机会 并试图脱离这个玉女定位 那个年代 影视业竞争异常激烈 亚史是一个被看不起的电视台 亚史出身的艺人也经常不被尊重 初出茅庐的愿穷丹 依旧是颗小辣椒 看到任何不公不平 看到任何不公不平的事情 她都会站出来说 有一次 愿穷丹在TVB化妆间弄头发 随口对发型师说 头发好像没有吹好 不好接洗 谁知 发型师把吹风机 狠狠往桌上一摔 大声说 什么不好接洗啊 此时 化妆间的所有人 都看着愿穷丹 愿穷丹没有回应 自己默默吹好头发 走出化妆间 此后 再也没让那个化妆师 为自己梳头 从那天起 愿穷丹便显得有些不合群了 愿穷丹拍戏死守两条规则 开空不能迟到 没看剧本不进场 但并非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愿穷丹就很生气 薛佳燕当时是大牌 拍摄《街大欢喜》期间 珊珊来时 影响了剧组工作 愿穷丹和薛佳燕 在化妆间吵了起来 谈起这件事 愿穷丹不后悔 拍戏是群体生活 你不能因为你自己 而影响到别人 此后引起香港娱乐圈 轩然大波 因为她在电台 揭露了一位男星 打着病魔术旗号 非理女明星的事 并且又爆出四位女星 和两位男星 似生活混乱 道德败坏 公司其他人 并非不知道这些事 只是如同皇帝的 新衣里的看客一样 沉默不语 只有诚实的小男孩 愿穷丹 愤愤不平 道出了真相 也为自己招致了麻烦 高层怪她影响公司形象 同事愿她搞得人人自危 愿穷丹却表示 不想助长歪风 如果还发生此类事情 她感到不满 就照说不误 直到有一次 上司又数落她 她一一枪回去 对方说 你给我滚出去 愿穷丹自认没有错 也毫不客气地说 滚可以 我再把话说完 说不完我不走 不圆滑的她 面临被亚氏开除的危险 就在师兄弟拍摄结束后 高层与她要合约 打抱不平的人 难免招惹一些是非 但藏不住的善良 让他们不会缺少朋友 愿穷丹正是如此 她的好人员在圈内公认 只是改变不了事业下滑的僵局 脾气火爆 个性直爽 因为多嘴的毛病 一度被学藏 加上当时演技并未经济 从女主爹到配角 在插顶无戏可拍 愿穷丹又成为最底层的龙套 有一个丫鬟角色要半丑半笨 且脸上有疤 走进化妆间之后 看着一干主演都有化妆师帮着化妆 愿穷丹只好在原地排队等候 等到所有演员都准备就绪 也没等到任何一个化妆师了 也没有等到任何一个化妆师过来 这时候 愿穷丹才知道 原来龙套都是自己化妆 这之后 愿穷丹每次进组都会自己戴一个小镜子 耐心给自己上妆 让人羞辱的是 有一回 他在化妆室进来一个大牌明星 化妆室看到以后 一把夺过愿穷丹手中的镜子 跑到该明星的面前奉承 这样的遭遇 让愿穷丹暗自发誓 一定要红 要成为最出彩的明星 没想到 他半丑之后 角色大火 愿穷丹意外找到自身的定位 一路丑到底 明星能打扮得漂亮 谁愿意靠丑博出位呢 1991年 28岁的愿穷丹 遇上了自己的伯乐陈家上导演 让他在桃雪威龙 施展了喜剧天赋 更让他找到了自己的戏路 其实 我当时对自己没有多大信心 但陈家上却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陈家上之后 愿穷丹又遇上了演艺生涯中最重要的人 周星驰 他那些让人记忆深刻的角色 大都出现在星野电影中 而十之八九都与丑态出演 本身长相甜美 谁不愿给观众留下一个清纯可爱的形象呢 而愿穷丹却偏偏走了另外一条路 而且一走就是一辈子 就在众人以为这位星女郎将在电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之时 他却选择暂时吸影 转向影视剧 离开周星驰电影后 从2000年起 愿穷丹参演了大量的电视剧 最为人称到的是风神榜 饰演的殷石娘 网名形容是愿穷丹巅峰之作 如果说十六姐让观众看到了愿穷丹的喜剧天赋 那么殷石娘就是愿穷丹演技的最高峰 那年38岁的愿穷丹 只比哪吒的扮演者 陈浩明大六岁 那个时候 她失去了男朋友 没有结婚 没有孩子 但是 她却将一个母亲演得动人心魄 让人跟着共鸣 也让人念念不忘 但是 周人哪里晓得 愿穷丹在拍摄这部戏的时候 都遭遇了什么 她阿婆与姨婆相继去世 阿妈中风 简直是要命 所以 愿穷丹的眼泪 有很大一部分是为真实的心情而流 虽然那年 愿穷丹没有凭殷石娘拿到事后 但是 她还是获得了观众最喜欢的电影 但是 她还是获得了观众最喜欢的电视剧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这样一个好的角色 值得大家喜欢 既然端起演员这晚饭 她就得敬业到底 19岁当演员 不过是为了有份薪水 排第一场戏的时候 我当时牙痛到面肿 于是 我向导演请假去打针 导演不让 气得我真的不想干了 同期血缘有很多人因吃不起苦 待遇低 半途而废 愿穷丹却坚持下来了 也把敬业做到了极致 一个长相算是漂亮的女演员 为了角色转型成邪星 这在当时那个年代需要极大勇气 可是 愿穷丹忐忑防皇之后 还是坚持地去做了 并且完成得极其出色 人生就要肆意真实才畅快 愿穷丹的恋爱经历 一如他对待事业一样 投入且轰轰烈烈 早期刚出道的愿穷丹 和比自己大十岁的林正英 谈起了恋爱 没成想 两人才一起没有多长时间 林正英对愿穷丹提出分手 而他当时并不知道 分手的原因是 邻敌患癌症 不愿拖累自己 得知真相后 愿穷丹以伴侣身份 高调出席葬礼 他要送爱人最后一程 林正英的去世 给愿穷丹不小的打击 很长一段时间 愿穷丹都是单身艺人 直到朋友介绍了黄乃洋 黄乃洋当时身家一个亿 是名副其实的玻璃大王 对愿穷丹也一见钟情 可他不畏所动 一直保持朋友的关系相处 直到林正英死后第七年 他才放下往事 嫁给了黄乃洋 愿穷丹的身份也从演员 成为身价过亿的豪门阔态 可他依然过得素不简单 难演直来直去的个性 一个漂亮女孩 在演艺圈伴酬几十年 甚至连名字都不被人知道 依旧敬业如初 他演了那么多配角 始终不忘自己 才是人生的主角 身上那份与生俱来的正义感 不论落魄时还是走红后 都在意义发光 一如他说 碰墙我都不怕 我是一个比较硬的人 或许在别人眼中 你只是配角 但我们只要像石榴姐一样 做自喜人生的主角就好